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老公一个人住在里面 他本来一张我也搬过去的 可我都说没结婚这么快和他同居不好就拒绝了 虽说领了结婚证在法律上就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 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 好像只有摆了喜酒要了亲朋好友才能算数 在我看来也是这样的 佛祖心里总觉得不太好 老公是个挺温柔的人 对我也很不错 唯一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是 他有着一般理工男的通病 丝毫不懂浪漫 过分木难 我们是从大学起就开始谈的 可从在一起到领镇 他都没有对我说太多表白的话 一切都是发展得那么自然 别的女孩被男生表白 人家在宿舍楼下摆满了鲜花蜡烛 对着楼上大声呼喊 某某我爱你 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别人家男朋友求婚 鲜花戒指下跪一样都不会少 而我们啥都没有 老公直接就带着父母上门来提亲了 都没有先问过我的意思 别的情侣过节日之 男朋友总会想方设法带女孩子出去玩 给他买礼物 约他看电影 我的老公又是什么表示都没有 只会和我打个电话 说两句平淡的话 对此 我的心里一直都是有遗憾的 想和他说 却不好意思开口 又怕自己说了 被老公说矫紧 想了想 我只能把这些心事吵在心里 也算是认命了 谁让自己找了个这么无趣的老公呢 那天是我的生日 老公约了我出去看电影 等我们看完已经很晚了 电影院离老公住的地方很近 他就让我别回去了 去他那算了 我想了想 实在是太累了 就答应了 谁知 当我们到的时候呢 老公妹妹竟然突然来家了 说要在这边住一晚 于是老公就让我去住酒店 我听了心里挺生气的 自己是有那么见不得人吗 既然被老公往酒店赶 气息之下 我立马就掉头走了 可当我到了附近的酒店 前台让我出示身份证 才能办理入住之时 我却发现自己没带 这时呢 我才想起 刚刚我的包一直是老公提着 别说身份证 就连手机钱包都在里面 无奈之下 我不得不重新回到老公妈 我发誓要不慎 手机没拿 自己绝对不会回去的 因为实在是太丢人了 等我撬开门时 老公似乎早就知道我要回去 对着我说了一句 老婆 欢迎回来 我还没有从错愕中反应回来 小狗子呢 就拿烹彩 喷了我一身 之后发生了 更让我意外的一幕 屋内 净多知的好漂亮 与我梦中的求婚 现场一模一样 接下来 老公呢 拿着戒指对着我小贵了 当他说出那句 陈陈 嫁给我好吗 我完全傻掉了 感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 都是小姑子教老公怎么做的 不得不说 还是女人懂女人的心思 我真是太满足了 很庆幸能遇到老公和小姑子 这么好的一家人 我的老公还是挺浪漫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